中秋節即將到來 民間鄉三光社區 為了能夠讓長輩感受到中秋佳節的氣氛 也手工DIY製作月餅 給長輩享用 先議員Lanin雪表示 感謝三光社區的用心 舉辦此次的活動 讓長輩感受到中秋佳節的氣氛 我們三光社區 慶祝我們中秋節的活動 跟我們里內的這些長輩 一起來做包月餅 尤其是蛋黃酥 很多長輩都是初體驗 第一次製作 那麼三光社區的長輩年紀都偏高 所以今天參與的長輩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他們都非常的有興趣 而且自己做的月餅非常的有溫度 同時也可以跟家人一起來享用 我們也知道民間是出山好地 我們吃月餅配上我們民間的好茶 真的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同時也是我們慶祝中秋佳節 很好的一項活動 那麼特別感謝我們理事長的一個努力 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跟我們村里的這些長輩一起來同樂 縣議員由宏達表示 肯定三光社區發展協會對於長輩的用心 每一天都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讓長輩參與 此次在中秋佳節前夕 也舉辦製作月餅的活動 不僅能夠讓長輩感受到佳節的氣氛 另外也能夠提升手藝 相當不錯喔 我們三光社區發展協會 每一天 尤其是我們社區的老長輩的師傅 大家都有真正安排的確定 來讓他們在社區活動中心這裡來活動 不單是拍打工 不單是受課教學 包括在做月餅做胖 所有上面這裡的一些手藝 都是要讓我們社區這些老大 能夠有一個活路跟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當然這個集中非常好 我們也感謝我們的社區發展協會 現在已經一年中秋節 我們就來做月餅 都可以讓我們的 這次大集聚一堂 不管是讓他們貪心 可以讓他們舒展身心 讓他們在這裡有一個有伴 有人做伴的這個感覺 中秋節即將到來 先議員濫英雪由宏達 感謝上光社區對於長輩的用心 舉辦此次的活動 另外也祝各位民眾中秋佳節愉快 記者成本君明天採訪報導